日月谈谈天使 我们昨天也预告了会谈新股 所以有些网友都在问 粟琳坚说 早晨比比 抽不抽得过 时代天使 我简单说一说时代天使是什么 名字好像很梦幻 其实是库牙的 就是做隐形牙套股 上市编号6699 今天会开始招股的 揽集之额最多大概29.16日挂牌 可以看到几个人可以留意 入场费力来最贵 招股价介乎每股147-173元 一手超过34000元 因为一手200股 可以说是打破了2020年再顶医药的记录 就是力来入场费最高的新股 另外就是未开始招股 看到券商已经说 孖子已经超旧 似乎市场也有些反应 当然其实货源是很少的 是很少的 很少的 简单说一说 大数是去年 经调整症利润 大家给一些时间忍一下 我讲一下基本因素 它卖点很简单 第一就是 在整个 简单来说 就是叫做透明 或者叫做隐形的 Cura 在整个市场里面 未来的增长潜力是大的 这方面来说 根据初步招股书所说 未来的几年 市场的增长规模 每年是超过两成 所以其实都像一个半黄金赛道 第二很特别 这个市场在内地来说 是两间龙头公司 加上已经占超过八成 它是其中一间 大概占41%左右 即是说 是一个巨增长的行业 它是龙头的一个企业 第二 就是说很多的一些概念股 特别的 没有钱赚的 很多B制股 咦?它有钱赚的 是 它赚2亿多的 所以相对上来说 有 另外第三 就是说现在流行 伊美 Cura来说 坦白说也是伊美的 为什么是说 Cura成功 玉树临风 其实我也有Cura过 不过当时不是透明牙Cura 因为很多年前 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 就是有最近的概念 市场发展具空间 亦是当中的龙头 还有有钱赚 那就一定是暢黄的了 但是我也讲一下 有些什么不利的因素 第一 它不便宜 因为如果以 刚才我看到电视机的营幕 就说估值400多亿 那今次集资23亿的话 即市值大概200多亿左右 200多300亿左右 以它赚2亿多来计算的话 即是说市盈率都100倍 就不算很便宜 第二 你看到Cura 根据招股书 其实也有很多个发展 是 由以前的金属牙套 去到蝎质矫字器 去到陶瓷牙套 去到最新隐形矫字器 所以如果Cura再有些新鸣 可能打个针 那这个行业竞争的格局 就自自然变化了 所以第一 就是说这个是股值的问题 第二 是说行业未来的变化 变数比较大 但是 我总体上来说 似乎都会是 近这几个月来说 其中一种 是可以留意的股份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有限制的资金 我抽完iBond 听完你的肥胎数说 都可以 我还有一些资金剩下 可以考虑 但是第二个问题 抹不抹贱 是的 好像很难中 这个就重要 我的初步观感就是 如果你抹完之后 都没有五百万 没有一千万 那就不要抹了 因为你看回 现在是一千六百万股 换句话说 就算超压一百倍的话 回撥回去 叫做公开发售 都是百万股 二百股一手 真的只有四万手 如果你说B组 有超过两万多人参加的话 其实B组 都未必一人一手 是的 所以问题就是 我怕如果你 供完之后 都是只有几百万 或者五百万的话 你都拿不到一手 或者不是一定拿到一手 就叫陪了夫人又接兵 又抽不到 又要给利息 不如现金 抽到就抽 抽不到就算 我再等另一只 所以这个策略 我想第一 是市场焦点一定会爆 都有些基本因素支持 但有些因素 大家要留意 但策略上 就是看看你 供完之后 数据不够大 不够大 就跌到深水 一些就抽iBond 一些就抽这个 是天市 天市加iBond 就是现在一个 我们叫做选择 但如果说这么难抽 不如索性等上市 追入又行不行 那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某个程度上来说 愿无意外 如果这么难抽 应该上市 初段的表现都不差 换句话说 我刚才提过其中一个负面因素 就是过百倍市盈率 它再升多一点 即是百多倍市盈率 你就一定虚张一点 第二 如果很多投资者 都是倾向做一个短线投资 因为市场又不是很大 又不是立即入市数 如果是这样 很多投资者 可能真的出现了一个 比较好的盈利之后 就会沽货 令到初段来说 股价比较波动 所以你等它上市再买 我想就未必给你买到 第二你买得都比较贵 贵的东西不是不行 只不过就反映了比较大 比较多的利好因素 第二 还有一个原因没有说 就是 为什么我说市场焦点 除了衣味之外 其实同业 做的事情有些不同 有些不同 但是叫牙科同业 现代牙科最近升到傻了 所以影子股已经先炒气 大家觉得 喂 你现代牙科 在说5-6元 升到9-10元 那我不会买的 不如抽这种 所以我都觉得一定是 会相当爆霞的 反应 是